可尝试用气功、瑜伽、太极拳等放松身体的运动方式来协助降低偏头痛发生频率。 报信资料照、分享,慢性偏头痛是不少人的困扰。 卫生福利部在今年通过肉毒杆菌素可以用于治疗慢性偏头痛将成为患者的另一项选择。 其美医学中心临床技能中心主任继神经内科主治医师杨俊明今天受访表示, 世界卫生组织将偏头痛定为二十大失能疾病,病人生活品质下降,生产能力减少,偏头痛急转复杂,严重者甚至提高中风自杀几率,因此全世界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治疗。 杨俊明表示,卫福部于今年通过肉毒杆菌素可以用于治疗慢性偏头痛治疗方式是分散注射在头部四周, 每三至六个月需注射一次用以降低偏头痛发生的频率及程度,但并非每名患者都是用虚精摘业医师评估。 他说,营检保暑尚未合价,亦目前自费行情,每次月需心台币两万至四万元不等,对病人来说是个负担。 杨俊明指出,包括食物、生活压力、工作形态、女性生理期、睡眠品质不佳等原因都有可能诱发偏头痛, 一般除了药物治疗外,也可尝试用气功、瑜伽、太极拳等放松身体的运动方式来协助降低偏头痛发生频率。